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開市錦囊 我是李慧儀 跟大家看看歐美股時間晚的收市情況 見到美股是第二季首個交易日 個別發展 能源股板塊受惠石油輸出各組織及其盟友宣布進一步減產 獨禽斯工的平均指數是低開後很快到升 收報是33601點升327點升幅0.98% 標普500指數是收報4124點升15點升幅0.37% 納斯特克指數是收報12189點跌32點跌幅0.27% 標普能源股板塊升近半成 雪芬龍、埃克、森美孚、西方石油升超過4% Tesla跌超過6% 首季電動汽車交付量令到投資者失望 大型科技股個別發展 蘋果升0.8% 亞馬遜跌近0.9% 看來港股美國預托政院的表現 見到ADL普遍下跌 匯控制下比半降收市升0.56% 騰訊跌0.06% 阿里巴巴跌2.05% 美團跌0.07% 看看歐洲股市 歐洲股市是個別發展 倫敦富士100指數收報7673點升41點 法拉伯地指數收報15580點跌47點 巴黎克指數收報7345點升23點 看看油價 原油期貨價格高收超過6% 升至每桶80美元以上 日前物食油輸出各組織及其盟友 意外宣布進一步減產 引發對供應收緊的憂慮 亦有市場人士警告 如果煉油廠對支付更高的原油價格有所顧忌 需求將減少 紐約汽油每桶部80.42美元升4.75美元 倫敦布蘭特汽油每桶部84.93美元 升5.16美元 看看金價 金價升近百分之一 主要是因為美元回落 增加了黃金作為避險工具吸引力 紐約期間會安市報2000.4美元 是升14.2美元 看看美元匯價 美元下跌的數據顯示美國經濟放緩 製造業活動及建築開支都下跌 看看最新美元匯價 港元是7.849 日元132.698 歐元1.09 英鎊1.241 瑞士法郎0.913 家元1.343 澳元0.678 紐元0.63 美國各座債院 10年期債院報3.430 30年期債院報3.64 這個時間看港股最新走勢 見到恒指最新報20291.118 各企指數最新報6883.58 大市成交佔171億左右 這環節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 賣出價23.918 以上資訊由於詳問一例提供